欢迎回到妈妈厨房 今天分享一个咖喱鱼头 记得到我的频道页面上打开订阅 以及点击小铃铛 谢谢 大家好 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咖喱鱼头 这个咖喱鱼头老板跟我说 这是昂贵鱼头 我买了一只 砍成两半 这里煮咖喱鱼头的材料有 这个咖喱鱼干 就是Adabi牌子的咖喱鱼干 还有就是这个盐 白酱少许 还有我们的少许黄酱粉 辣椒干 泡软了的辣椒干 还有一些蒜头 姜 香茅 红辣椒 洋葱 还有咖喱野 这个红辣椒呢 我们要用一些是给它颜色比较漂亮啊 煮起来它有点红红的 好 现在我们来切这几样的材料 拿去搅碎 我们来切我们的香茅 要拿去打麻 拿去打麻 拿去打麻 拿过来 拿去 Run 拿去 要放过去 我开麵 Chili 拿去 弄到 生抽 好 我把这些辣椒干也倒进来 放这个洋葱比较甜 我都切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打了 我们的咖喱这个辣椒已经打好了 我们把它挖出来放在这个碗里面 我们把这个辣椒的咖喱粉也倒进来 才不会烧焦啊 我们倒进来 我们用完一包 好 我们搅拌均匀 好 下来呢 我们做步骤二 材料二有洋葱 这个茄子就是矮瓜 还有一个长豆 还有一些包菜 现在我要把这个羊角豆 茄子 长豆 切了之后 我们拿去握头里面蒸熟 蒸一个五分钟 好 现在我开始来切 现在我们把长豆切一段一段啊 这个长豆呢 要长要短 你们自己喜欢啊 这样啊 洗干净了就可以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这个羊角豆呢 我会切长一点 今天呢 我不拿来炸完 我拿来蒸 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样的形状 你们自己喜欢啊 要切滚到也是可以啊 这样子滚到也是可以 都无所谓啦 自己吃 好 我会放一些油 放一些油 我们拿去蒸五分钟 它比较滑 好 我们开始去蒸啦 朋友们 现在啊 我把它搅拌一下 刚才放了油 是不是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搅一下 给它全部都有蘸一点点的油 好 现在我们开始蒸五分钟 现在五分钟已经到了啊 好 我们的菜已经蒸成这样了 我们先关火 我们来炒我们的咖喱 现在我们的油开始热了 我们把我们的咖喱 我们把咖喱料打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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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把咖喱料打进来 就是不要给它这么容易烧焦啊 我们把咖喱料打进来 我们把咖喱料打进来 我们把咖喱料打进去 再加一碗鱼 盐 先放一碗鱼 放一碗鱼 爆炒一下 放一碗鱼 放一碗鱼 炒得很香 放一碗鱼 해서加了 和再加盐 お蔫に混合 最後 Ichму 加一點點aster 还有刚才我们用机器讲的这个水啊 有黏着我们也把它搅均匀放进来 不要浪费哦 之后我还会加一只的 如果朋友们喜欢吃多只 就放多一点水咯 我们给它煮滚一下 我们也把这个咖喱鱼放进来 我们给它煮滚一下 现在呢我们看到它滚了咯 我们就把我们的鱼给炸进来 还有我们的菜也加进来 我们这个茄子先加进来 你们看到好像是没有什么汁 不容紧还有椰汁 我们先把这里有半粒的椰子 我把它挤成这样子 半粒我们挤出来的椰汁 我们加一点点进来 先给它煮一下子 然后煮一个大概十五分钟 十分钟我们再来看 看它够软了吗 我们可以试的啊 煮菜啊 要软要硬我们自己来试 好 现在我盖着盖子 给它煮一个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啦 十五分钟已经到了 现在我们的鱼煮到这样子 我来拿一个叉子来擦看 哇 熟了咯 好 朋友们你看 这个鱼擦下去是熟了 羊角豆也是软了 我们再加一点那个椰汁 我们家里人喜欢多一点椰汁 比较有一点汁可以捞饭 这个矮瓜也是软了 你们看 好 暖暖了咯 所以十五分钟后 我们再来打开盖子 放一些椰汁 再煮一个五分钟就可以吃了 我们再煮一个五分钟啦 好 五分钟已经到了 这个鱼咖鱼呢 已经煮好了 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啊 哇 这个鱼你看熟了咯 暖暖的你看 这个鱼咯 我够一点上来吃看 看它的味道够咸咯 嗯 很清甜咯 嗯 好吃 再加点生抽就很好吃了 好 这个咖喱鱼呢 我就煮好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也感谢你们的支持订阅 感谢大家 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咖喱鱼头就煮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们下个影片见 记得继续浏览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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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